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镜书给妻子穿上了婚纱拍了照片 之后眼镜书听其他人说 要想复活妻子就需要找一个处女之身让妻子复身 于是眼镜书便想着找一个处女给妻子美丽复身 一番寻找下来眼镜书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处女小花 紧接着眼镜书就把小花和美丽的尸体放在了一起 神奇的是美丽居然真的复身到了小花的身上复活了 画面一转来到21世纪 女主和男友深情男最近准备结婚 这天女主来拜见深情男的家长 两个人来到深情男的家 那里是一座古宅 看起来十分阴森 同时深情男的姐姐热情地接待了女主 甚至姐姐还拿出自己当祖母的戒指交给了女主 不料深情男看到戒指后 却将戒指又还给了姐姐 因为这件事女主还生了男友的气 当天晚上深情男告诉女主 自己和姐姐有些事情要谈 让女主先睡 夜半女主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深情男还没有回来 女主出去寻找 结果发现深情男正和姐姐在小声的争吵 第二天白天当女主醒来的时候 发现深情男还没有回来 女主在房子中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男友的踪影 此时姐姐告诉女主 深情男去城里了 要晚上才能回来 之后姐姐拿出了自己曾祖母的婚纱 给女主穿上 又将曾祖母的戒指 戴在了女主的手上 女主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也十分喜欢这套婚纱 在这之后 女主无意在衣柜后面发现了一个密室 在这里居然发现了小花的照片 看着看着 女主感觉愈发的恐怖 赶紧回到了房间 原来深情男的曾祖母就是美丽 紧接着女主回到房间后 竟然在镜子中又看到了一个自己 吓得女主夺路而逃 结果在路上晕倒了过去 当女主清醒过来的时候 她发现屋子的陈设 变成了19世纪的风格 而且女主看到了眼镜书 以及被附身的小花 小花看到眼镜书 残忍地杀死了眼镜书 画面一转 女主这才发现刚才的一切都是梦境 此时男友的姐姐跟唐姐站在女主的面前 唐姐询问女主是否还是厨女 女主并未回答 唐姐只当女主害羞 默认了她是厨女 紧接着深情男还是没有回到家 女主给深情男打电话 却发现一直不在服务区 女主感觉到再这么待下去迟早要出事 于是趁着夜色准备逃跑 结果天色太暗 直接跌倒在了一个坑里 不巧的是 还是被深情男的家人发现了 他们给女主灌下了安眠药 当女主彻底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穿上了婚纱准备婚礼 突然女主在家族相册上看到了小花 女主更加意识到了不对劲 趁着几个人不备 女主夺落而逃 却没想到被几个人给绑了回来 扔到了地下室 突然地下室中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鬼魂 她慢慢地爬着朝着女主前来 女主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 好在深情男及时赶回来将女主救了出来 在车上深情男也告诉了女主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们的家族被诅咒了 只要有新娘嫁起来就会被美丽附身 因为美丽身上的气囊已经老了 所以他们现在急需让女主的肉体给美丽附身 现在只有找到美丽的底片烧掉 才能破掉诅咒 两个人正说着突然深情男的姐姐和堂姐开车出现 将两个人抓了起来 在这之后他们召集了一群人 就把女主穿上了婚纱放进了棺材 准备让曾祖母的灵魂附身到小花的身上 此时的女主躺在棺材中动弹不得 随后一个鬼魂就从女主的脚底往上爬了过来 没想到的是小花根本就不是厨女 当众人打开棺材的时候 就看到了异常愤怒的美丽的鬼魂 堂姐是连连道歉 可是美丽根本不接受 一下就杀死了堂姐 之后美丽又找上了姐姐 还附身到了姐姐的身上 姐姐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就点起一把火烧死了自己和美丽 只不过因为没有烧回底片的缘故 所以美丽并没有消失 而随着再次入住的一家 故事仍在继续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